他丁是什麽 我只听过普丁 他丁是什么 他丁是Statting 翻译名词叫他丁 他丁是一类降胆固醇药物的名称 他包括什麽利浦妥 什麽罐子妥 什麽利青汁 什麽这一类的 他大概平均大概可以降坏的胆固醇 大概可以降30-50% 但他丁他还是有一些些副作用 举例来说大概4-5%的人会肌肉酸痛 大概还有一%的人会肝功能的异常 还有些代价就是他的血糖也会稍微升高一些 这个是他大概三大代价 心脏科医师 那个吃Statting的人非常非常多 几乎都在吃 那大概就是减缓老化的一个想法 都是超前部署了 因为我们说的观念大概就是 动脉硬化的速度跟LDL直线相关 你主动把它降到更低 理论上来说你的老化的速度会更慢 可是我们观众呢 有人在下面留言的说 我就是不要吃药啊 深海鱼油 红麴 姜黄 这一些的补品 适合我自己吃 或者是我买给长辈们吃吗 吃了这些健康食品呢 你自己要去追踪 你用任何的一个方式 你试着要降你的坏的胆固醇 你就去检查它的效果怎么样 去补习之后一定要看成绩 用数据来做说明 是的 是的 要看数据的 是的 医生说你们现在有在吃 有 有 好 大家好 我是诗伟 欢迎收看诗伟爱健康的节目 上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了 心脏科的单元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大家都在想说 我应该要跟台湾顶尖的心脏科医师一样 主动的吃药来降低我的坏胆固醇吗 赶快来问一下洪辉峰医师 欢迎洪医师 你好 大家好 好 医师为了你呢 我去把我的健健报告找出来 不找还好 一找我就伤心了 为什么呢 各位看到萤幕上面 我的低密度胆固醇111耶 还不是二位数字喔 是三位数字喔 这个真的是让我完全吓到 然后我再去找前几年 发现我大概徘徊在109 111 111 大概就是100上下啦 那如果大家可以再看得更清楚的话呢 会看到这边有没有一个130 也就是台湾的标准呢 蛮多都是130的时候才算超标 那医师您怎么看待呢 OK 第一件事喔 这个130的这个标准是有点 它是一个有个有个 它不是一个所有的人都是130为标准 当我们已经糖尿病的时候100以下 那已经心脏装支架的时候要求要70以下 然后如果说是你是什么危险因子都没有 还很年轻的时候 你还至少还可以高一点 但年纪越大它就越低 所以这是一个宽松的标准 最宽松的标准我们抓它130 但这是台湾的标准 欧洲心脏学会2019 它是这么说的 它说所有的人 我们的标准通通要定在116以下 116以下 那是你什么病都没有的时候就这样 但是随着你的病程越来越多 年纪越来越大 它要求的数值就越来越低 好 所以我们再帮大家重复一下喔 如果是像我一样完全没有三高疾病 也没有家族史抽烟这些中风史等等的 但是我的标准如果按照欧洲协会的话标准是 116 116 但是在台湾呢是定在 130 130 那如果我已经有糖尿病的话 你的坏胆过程应该要是 100 100 那如果说你糖尿病时间更久就要70以下 更久是指多久 10年以上 10年以上的糖尿病病患 坏的胆过程要小于70 小于70 对 那你刚刚有讲一个装心脏支架是多少 装支架那些是70以下 基本要求70以下 好 甚至于现在目前新的是说要55以下 嗯 可是医师 您上次那一集就把我们吓坏了 OK 那个好 我想说我现在这个年纪 就我都在边缘 我又没有超过 可是我是不是已经要开始提早的来做部署了 OK 但我一直很担心的是因为即使我是一个医疗节目主持人 我也不知道吃胆固醇的药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OK好我先把上一集我们再讲的LDL大于50都是毒的这个东西 我们再稍微强调一遍 那个叫做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因为我们说的观念大概就是动脉硬化的速度跟LDL直线相关 所以我们现在是130啊 116啊是我们可以容忍这样 但如果说你把它降到更低 你主动把它降到更低 理论上来说你的老化的速度会更慢 嗯 那但这种就是这种就牵涉到一个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的代价有多少 嗯 嗯 那吃胆固醇有没有代价 那大概胆固醇的降胆固醇的方式大概有几种 一种方式是用打针 那种非常的贵 目前大概一个月大概是1万块左右 嗯 像那个江成人教授用这种 对他用这个 因为他吃他吃直接卸他的底 他吃他丁全部都会肌肉酸痛 嗯 所以这就牵涉到我们的他丁 我们现在目前最常用最普遍 他丁是什么我只听过普丁 哈哈哈 他丁是什么 OK好 他丁是Statin S T A T I N 那我们的翻译名词叫他丁 他丁是一类降胆固醇药物的名称 那这类的降胆固醇药物 他包括什么利普陀啊 什么冠之陀啊 什么利青枝啊 什么这一类的 他大概好 平均大概可以降坏的胆固醇 大概可以降30到50% 所以我刚刚111 我有机会降到50哎 可以降到50%的 可以降到50%的 那这是最最普遍最常用的 但他丁呢 他还是有一些些副作用 举例来说 大概4到5%的人会肌肉酸痛 肌肉酸痛 你会大的肌肉 你有时候会痛 有时候有时候会这些不舒服 那大概还有一%的人会肝功能的异常 肝功能的异常 所以他这是有一些代价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代价就是 他的血糖也会稍微升高一些 大概升高一些 所以这个是他大概三大代价 三大代价 那要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三大代价 我们还是要吃过药之后去监测才知道 是的 举例来说像前面说肌肉酸痛 你吃了就知道嘛 江承恩教授知道了 对他吃了所有的 他就说他吃了所有的药通通都不行 肌肉都会伤痛 所以他就变成用花大钱打针 OK 这是方式一 那肝功能也是你吃了药之后 你抽血 看你的肝功能有没有异常 那如果说是你的有异常的话 那大概就是要看你异常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已经是已经放了支架 心脏壁已经发作 或者已经中风了 你这时候这时候你要选择 你到底要不要继续吃 然后或者这时候要在中间取得一个取舍 就是肝功能通常我们说 如果说在生活到两倍半以内的话 你都还可以容忍 还可以继续吃 这是一些方式 那那个 但是如果说是你完全是超前部署的话 那肝功能异常 那你就要好好考虑了 但这些机会大约是1%左右 但重点是 就像我吃普拿疼会不会过敏 有些人一吃止痛药 哇那个眼睛水汪汪的整个都过敏了 但是你是不是就是那个Lucky的1% 真的要吃了药之后才知道 就像医生说 是吃蛋黄胆固醇会高吗 这个也是因人而已 要自己来做实验 是的 除此之外 没什么重大的副作用吧 其实没有啊 就血糖会高一些 但是有很多人就会说 哇血糖也很危险 胆固醇高也很危险 但血糖高它是血糖高 不是直接糖尿病 它是那种可能是日后 才会有一些别的状况 所以你现在目前好处是 现在五年十年之内 就先拿到它的好处 红利直接先拿了 然后之后呢 那以后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问题 那是以后的那个 所以就是等于说 你直接让你的老化减缓了 所以心脏科医师 那个吃Statting的人 非常非常多 几乎都在吃 那大概就是减缓老化的一个想法 都是超前部署了 好 可是我们观众呢 有人在下面留言呢 说 一心我就不爱吃油啊 我就是不要吃药啊 那市面上面有很多那个什么 酱胆固醇的鱼油 深海鱼油 红麴 什么姜黄 一大堆的这一些的补品 适合我自己吃 或者是我买给长辈们吃吗 OK 那个在 2020 2020 就今年了 今年11月在美国 他的心脏学会的大会 他们中间有人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比较好 大概就很多种各式各样的这样 就是市面上的一些健康食品 包括红麴 包括姜黄 包括什么肉桂 还有包括什么这些 那这些呢 还有大蒜 植物 植物胆固醇 红麴 植物固醇 固醇 这些喔 他用这些来跟酱胆固醇要比 还有跟你本来的那些状况比 看你的胆固醇有没有下降 嗯 结果比了之后 他发现这些就是包括红麴在内 包括 包括 包括肉桂啊 包括什么这些 这些通通降胆固醇的效果 都不明显 都不明显 但他做的人不是很多 他总共199个人 然后分成六组 大概每组大概 大概人不会很多 但他的比率上 他没有下降 但他最后研究的人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喔 这个就是因为好 这些这些各式各样的健康食品 有时候跟他的制成啊 什么有关 可能他的效果会 会有变化 所以 但是呢 他的中间 在这些人中间 他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组人 直接吃酱胆固醇的药 就是我们刚讲的他丁 那他丁的话 结果酱胆固醇的药 结果效果就非常的明显 所以简单说 这个他的结论 就是说 你那些吃了植物的 吃了这些健康食品呢 你自己要去追踪 要去追踪 要去看一下 他可能是 但是就是你要追踪 到底效果好不好 对 就是跟我之前讲的一样 就是 你用任何的一个方式 你试着要降你的坏的胆固醇 你就去检查 他的效果怎么样 去补习之后 一定要看成绩 用数据来做说明 是的 要看数据的 是的 所以呢 刚刚医生呢 就有关于这个部分呢 来跟大家来做商讨了 还是要这次的 跟大家来做分享 因为呢 这个药不要吃 胆固醇的药呢 其实是有太多方面的考量了 重点是 你本身有没有慢性疾病 有没有家族史 或有没有一些危险的因子 或者是你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停经了 这样可以吃吗 那还是要请跟医师们 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讨论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也非常谢谢洪惠峰医师的补充说明 谢谢 谢谢 医生说你现在有在吃 有 那降的效果如何 还不错 然后 不还有吃了之后 另外还有个好处 我现在我吃东西 我比较 我比较 那个不讲究 因为我已经降下来之后 等一下 你这是不能教坏 不能教坏病人 你不能说一边吃药 然后一边一边吃炸鸡跟披萨 我没说 我刚刚没有说 什么都没讲 但是如果说遇到免不了大餐 比如说你要应酬啊 然后交际啊 大老板啊 或你的工作就是得要大吃大喝 美食加等等 至少多少点帮助 那个一定有帮助的 哦 好啦 这样有没有拥回来 有有有有 好 谢谢医生 谢谢